男子影色狼入室留下娇妻 自己居然埋头泡进酒吧 保龄球天才的背后 竟然是一场无人之小的出轨未遂 话说这条 猴木又窝在沙发里泡电视 本地新闻上 大都是些寒沙摄影的勾当 什么鸡蛋希拉里话 时候时候会反复无常 路过的丽莎很惊讶 老爸会沉迷本地新闻 猴木喝着啤酒说 看电视就好比上网 唯一的区别是 骂人不用敲键盘 直接对着屏幕吼就行 新闻主持人忽然播报 说本正最古老的店铺 发生了令人心碎的事 猴木不以为然的嘲笑说 新闻总是把每件事 都说得像世界末日一样 拉马保龄球馆将永远关闭 此话一说 猴木仰天哀嚎 他的世界末日真的来了 猴木跪倒在地 不明白为何每个没人 去了店铺最后都要关门 当天晚上 老莫酒吧拉城福 为保龄球馆举行葬礼 猴木莱妮和卡尔 纷纷前来参加 真情并茂的 为保龄球馆哀悼 他们差不多都在那家馆子 从小玩到大 感情非常深厚 猴木说他最忘不了 小时候在那里吃的 淋了蛋黄酱的玉米片 众人越疗愈一难平 一拍巴掌 决定找经理谈判 挽救保龄球馆 老莫子见他们都要走 自己的店里 总共救这几个顾客 索性关了门跟着去 众人闯进保龄球馆 表达了意愈 经理解释说 这里实在没几个人光顾了 球道都变形了 也没前修 他再开下去 老板都要赔光了 没办法 只能收拾收拾回家种地去 这时 一位带礼帽 黑框镜的新老板先生 说他因为喜欢复古氛围 所以买了这座老球馆 打算将这里改造成休闲馆 保龄球当羊头 卖的是饮品快餐的狗肉 最重要的是 还有猫咖 弘默等人愤怒地委屈特伦斯 莱尼强硬地表示 不喜欢保龄球 就是不喜欢我 特伦斯眉头一挑 你算老挤 跟我叫吧 弘默向特伦斯提议 保龄球馆拥有大量潜在客户 只要多搞一搞 热度就能上去 特伦斯一听这话 也上了头 愤然接受了弘默的挑战 接下来的一周里 弘默为了把人骗进保龄球馆 可谓赏尽了办法 他举办永恒球友之夜 邀请范豪顿夫妇参加 然而这俩口子只想蹭酒喝 轻轻我我的顾不上马球 小新的试试派对 也被骗进保龄球馆举办 所有娱乐项目通通取消 只剩打保龄球这一项 都扫不了 不管红默如何努力 保龄球馆始终门前进了 几乎无人光顾 红默还想把人锁在管里 强行贴心忘记 可惜被保龄球坏了事 红默无计可施 只好求之老和 马基再次拒绝 表示 打保龄球只是红默的爱好 他不能强加到别人头上 红默说 我只希望这世上 能剩下一两件旧东西 好比以前我开车走在街道上时 几乎都不认得 哪些大麻药房 以前是网吧 马基拒绝的态度很坚决 甚至有些急躁 这让红默感觉 他似乎在有意隐瞒什么 马基不敢说 当初他和红默谈恋爱吵架时 为了排解负面情绪 跟一名叫雅克的教练 学过打保龄球 还有一段比较暧昧的关系 想到这里 马基的负罪敢涌上心头 他想向红默老师交代 红默却说 过去的就过去了 你不会想知道 我犯的所有小错的 老公如此暖然 令马基很感动 他半吞半就去了保龄球馆 第一球就直接选中 念红默刮目相看 马基寻测 自己打球的理财在 越玩越上瘾 很快他就吸引到不少人的注意 大伙都夸他的保龄球技术 堪比60岁的卡车司机 马基的各式花式打法 看得围观群众目目瞎见 他回头一瞧 发现老公的表情渐渐凝固了 还以为自己夺了他的风头 让老公不高兴了 红默摇摇头表时 他对马基的天赋感到敬畏 在他眼里 马基简直就是抱着保龄球下凡的天使 特伦斯这是提议说 让马基和他选的挑战者比一场 他赢了 保龄球馆永不关门 他输了 特伦斯就要把这里变成一家 贵得让人眼睛流血的咖啡店 为了守护老公的梦想 马基凯然应战 这事传出去后 马基成为了春天阵的头号保龄球达人 他睡觉时都在为了比赛做准备 大脑高速运转 计算保龄球的最佳出球角度 红默感叹说 真不敢相信 你一节课都没上过 马基一听这话 心里更慌了 雅克教练的存在 就是要缠住他的毒蛇 红默还在一个劲夸等老婆 是在拯救校正 他不知道自己的努力 其实是在增加马基的压力 他的状态开始严重下滑 别说取得好成绩 连把球打进洞里都做不到了 转眼间就从大神变成了保龄球杀手 丽莎说老妈这是得利益补证 心理焦虑导致的运动障碍 红默文言赶紧去鼓励老婆 说他需要增加自信 能在球场上激励他的最高级别治疗师 那就是专业保龄球教练了 当天晚上 笼罩马基心头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雅克就按响了门铃 马基吓得赶紧喊 退退退 好似恶默来敲门了一样 马基忙问他来这干嘛 红默冷着脸进屋说 我知道他是谁 马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还以为当初的事暴露了 幸好红默补了一句 他是全程最好的保龄球教练 雅克说他想和马基单独谈谈 让红默暂时回避一下 红默不仅不怀疑 还大气的表示 他去泡酒吧了 让教练不要客气 请开始表演 尽数叫个够 马基叫苦不爹 心说 老公 你这是引狼入室知不知道 雅克吸了吸口水 拍着胸口表示 他对马基的兴趣完全是专业上的 他可以对天发誓 如果半句谎话 就一辈子吃不到奶酪 马基以吃货老公度人 觉得这事发的够狠 全且信了雅克的鬼话 雅克又说 你老公失去保龄球馆一蹶不振吧 马基没奈何 担着出轨的风险 开始接受雅克的训练 老姓不曾在一旁围观 对儿子说 哪有成高领毛衣的保龄球教练啊 记住我的话 肯定没好心 红默完全没把老爹的话放在心上 只顾着猛喝啤酒 雅克健壮在马基耳边嚼舌根 说 红默还是老样子 脾气没变体重猛增 还不离婚更待何时 雅克又说 当初他天真的以为马基会来 为此洗了三次澡 刮了两次胡子 等来的却是一通无情的电话 我怕红默误会 呃不是 说外面小哥颤抖的嘴唇 从此 设计上又多了一个零 等等 不是说好只谈保龄球吗 马基猛然醒悟 责备雅克违反誓言 雅克开始装疯卖傻 趁着跳舞是打球 忙砍马基的油 老姓不曾赶忙让儿子上看眼看看 红默还是不以为然 觉得这只是人家教练的教学风格 雅克又开始上手给马基按摩 为了叫醒儿子 老姓不曾发动他的朋友们 挖出了雅克的黑料 这家伙打是教学的名义 性骚扰了每一位漂亮女学员 连狗都不放过 红默终于警醒过来 连夜跑去敲门 边敲边叫 有本事偷女人 你有本事开门呀 他一头撞开门 发现雅克的家里 挂满了马基的照片 原来这家伙对自己老婆 有着病态的迷恋 红默痛心疾首 说 他一心不在保龄球上 却忘了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人 他再也不会把马基的关心 但是理所当然 雅克冷笑一声 跟红默拼起了保龄球基建 险些被电转开炉 红默刻着光头 闪了雅克的眼 将他打倒菜地 正要了结了第三者 马基赶紧冒出来阻止 说明了事情原委 我和雅克没啥是什么 当时是你让我很生气 一听这话 红默开始头脑风暴 一起自己惹怒马基的种种网事 才发现马基对他是何等包容 夫妻俩和好如初 恩恩爱爱的回了家 只剩下雅克拍在地上 恨天恨地 转天挑战赛正式开始 特伦斯居然请来了雅克 雅克因爱神恨 是要打败马基 上来就开始嘲讽马基 在训练时犯的种种错误 马基不吃这套 双方都使出了权力 战况异常激烈 辛普森亲友团骑上阵 红默为马基加油打气 逆杀担当老妈的伤口处理员 巴特负责整骨打克制的老辛普森 轮到最后的决胜球时 数不及的雅克开始打感情牌 说 自己已经病入膏肓 事与无多了 马基受了点影响 发挥小失误 红默见状 担心马基对雅克旧情未了 马基屏出杂念 补胜一球 完美收尾 赛后警方来找雅克 说 他的保龄球牵制已经过期 现在被要求前返回巴黎 不管怎样 红默一会儿保住了保龄球馆 马基一战也让这地方出了名 特伦斯只剩下一条球道 想玩的人得提前三个月预约 他每期明月网红效应 红默和马基也彻底 消除了雅克这个误会 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物理上 以上就是辛普森一家 第34集17集的内容 这里是草妮妮影院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